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节目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112年钻石婚金婚及红宝石婚表扬活动 在基隆长文桂冠棉婚婚婚会馆举行 来自七区共155对结婚40年以上的夫妻出席参加 市长谢国良及议长童子伟都亲自到场祝贺表扬 结婚60年的汪惠明和刘玉真贤抗力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多位基隆市议员等人 陪同夏一起切下三层蛋糕 象征所有夫妻有欲爱和情谦一世情 这是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在基隆长龙桂冠棉 红源婚宴广场举行的钻石婚 金婚以及红宝石婚表扬活动 总共有155对结婚40年以上的夫妻出席参加 最长的婚龄是住在安乐区 现年94岁的汪惠明和75岁的刘玉真 有60年的婚龄 阿公阿嬷就是这样互相包容 展现老一辈对爱情和婚姻的永恒 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以及各区市议员们也都亲自到场祝贺表扬 并且和155对神仙眷女们合影留念 上个月我也自己开了一个小桌 大概24个亲友庆祝我的结婚十年 那所以这个我结婚十年 我都觉得好像还不太容易 没想到这个在座的长辈 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创造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 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才是我小爱爸爸跟我们家小爱 还有他妈妈我们最敬爱跟尊敬的长辈 所以我今天是怀着崇高的敬意来参加今天的 钻石婚这个宝石婚跟金婚的这个庆祝这个活动 也祝所有的长辈 现在年纪大了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们家里的长辈 我们也是有都不同程度的面对很多健康的问题 有时候看了真的心里也是会难过 但是就是要在这边呼吁各位长辈 拥有了健康才是拥有最棒的家庭生活 没有大家的付出就没有今天基隆的繁荣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只要向大家学习持家的经验 也要向各位打造更安心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长辈不用为老烦恼 也不用担心子女无力负担 一个健康老化活药老化在地老化的友善环境 是我们市议会与市政府要共同努力建构老人福利政策的重要工作指标 看到幸福自信的特质并积极促进社会参与 是成功老化的表率令人感动 也期盼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拥有这份幸福美满的人生 祝福所有的家偶在未来的日子里 爱情继续绽放 健康快乐与你们同在 你们的安心放心 也是我们的工作 也是我们的荣幸 祝福大家 来自全市七个区接受表扬恩爱的老夫老妻 更是把握时间在餐厅内特别布置的景点 拍照合影留念 回忆过去年轻刚结婚时的美丽 也享受结婚四十年 五十年以及六十年后 美满幸福的好滋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由基隆市八家长照出院准备友善医院 和慈激基金会议举行的 辅具服务合作意向书签订 未来长辈出院后 有辅具的需求都可以向慈激 免费借用二手环保生活辅具来使用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和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和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吴华家见证下 基隆市八家长照出院准备友善医院 和慈激基金会副执行长刘继宇 以及长照推展中心副院长 庄淑亭共同举行 辅具服务合作意向书签订 未来由长辈出院后 衔接长照有辅具的需求 都可以向慈激免费申请 环保生活辅具使用 基隆市政府特别有心 其实140几个辅具据点里面 第一个要签辅具意向书签议是基隆市政府 所以市长如果说是很积极的话 或者市政团队是很积极的话 那真的受益的是这些市的一些市民 但我们很希望说基隆市政府将来如果 还有什么一些活动 包括我们很多活动 现在跟一些民间的NGO 或者是民间的文艺社交团体 来办很多活动在进士堂里面 那上面一直认为说 这个进士堂的主人不是我们慈激的 是所有的基隆市民 都是基隆进士堂的主人 原先基隆市就由辅具资源中心提供 环保生活辅具免费借用服务 而慈激基金会接续也加入这项服务 利用慈激志工以及群众的力量 将能更有效改善 期待解决的辅具使用需求问题 让议长童子伟和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都非常感谢和肯定 感谢慈激总是走在最前面 总是走在第一位 感谢你们永远都在 今天有许多各籍医院的代表都在这里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所有辛苦的医疗人员们 我还需要更多所有人的牺牲 建立更灵活 资源共享 共融的长造资源体系 在这个里我们代表就用示意会 感谢大家的付出 我们一定也支持长造系统的完善 与变频化的管理改革 佛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是上人常常说的 点滴行战的付出 都将称起社会的善 小姐姐我们持继预备好了 我们持继结合了非常多市民的爱心 然后有不管是捐赠 或者使用过的二手的付具 但是也都还是品质很好的 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出院的 很快就要接上去的 那过去可能是 我们透过市民朋友 或直接是用师姐连接 今天以后我们医院这些 医务人员就会帮忙 在有需求的时候 在出院前就做好闲见 本市八家长造出院准备友善医院 包括卫福部机动医院 机动长根医院 机动势力医院 三军总医院 机动分院 台湾矿工医院 阳基医院 南光医院 以及维德医院 而出院准备衔接长造服务计划 是由医院的出院准备人员协助 在住院病人出院三天前 完成长造失能评估 让出院后取得长造服务的时间 从原本是4到21天 缩短到1到7天 大大减少民众等待的时间 而环保生活福具免费借用 就是计划里面的一项重要服务 甚至有些民众出院当天 就可以使用交通接送 以及爬梯机协助返家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道 2023亚洲啦啦队锦标赛 即亚青锦标赛 10月21到22号将在印尼巴黎岛登场 机动市有4位国中学子与2位教练 获选为国家代表队 市长谢国良亲自勉励选手及教练 为国争光 青少年彩球双人组 和青少年嘻哈双人组 在市府贵宾接待室 秀出精彩的表演 市长谢国良和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都忍不住拿出手机拍摄 这四位在基隆就读国中的学子 和指导他们的两位教练 获选为2023亚洲啦啦队锦标赛 国家代表队 市长谢国良亲自接见 为选手加油打气 这一次很开心 跟我们这次要参加巴黎岛 啦啦队亚洲锦标赛的一个竞赛的项目的选手们 有四位是我们在地的孩子 来跟他们鼓励打气 那也希望他们在这次亚洲锦标赛 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刚刚他们现场演练了一番 我相信大家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才训练出来 在这边也恭喜爸爸妈妈 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 真的是不容易 那我们教育处在体育方面 也会继续的鼓励更多的选手 更多的孩子学生 参加更多的竞赛 那我们也会尽量的来给予更多的协助 同学们加油 压力很久 那难度有没有跟在国内比赛的有差异 有 要对到别的国家的人 这次我是比彩球双人 虽然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这次出国的时候 我会全力赴为国真光 我们是接踊市语独舞蹈团 跟语独拉拉队 那我们有去争选我们 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的国家代表队 那四位选手都有顺利争选上 那我们即将在10月19号 飞到巴黎岛参加2023的亚洲拉拉队锦标赛 因为拉拉队分成舞蹈拉拉队跟竞技拉拉队 那我们参加的是舞蹈拉拉队的嘻哈双人组跟彩球双人组 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 完美全场加油 2023亚洲拉拉队锦标赛 继亚青锦标赛 将于10月21号10月22号 在印尼巴黎岛登场 选手们开心又期待 市长谢国良也给予满满的祝福 期待他们为国真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市长谢国良前往基隆高中 慰问本市参加教招的后备军人 感谢后备军人暂时放下工作及家庭 再次接受军事化教育与训练来保卫国家 热烈掌声欢迎谢国良市长丽丽会场 市长谢国良在暖暖区长陈如东 及基隆高中校长的陪同下 特地安排来到基隆高中 慰绕本市参与教招的后备军人 受到现场官兵的热烈欢迎 好 谢谢市长 谢谢营长 我想后备里的教育着急 真的很有意义 那这些就是当有一天我们备战 但是不求战 这个是目前政府的一个说法 那大家看到这些阿兵哥 我们真的觉得很了不起 这才是真正拿出实力来保家卫国的 一个重要展现 那当然我们也不要故意去挑拨 我们也可以不要故意去可以跟临近的 这个环境造成更多的冲突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看到这么多后备军人 感觉很热血 他们在这边很多天也很辛苦 那我们跟他们至上崇高了敬意 市长谢国良说 国军战备整备刻不容缓 感谢后备军人暂时放下工作及家庭 再次接受军事化教育与训练来保家卫国 记者黄泽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首次召开的基隆原住民族教育展望会 在原住民会馆举行 市长谢国良感谢市议员陈明健及立委高津素媒 由中央和地方携手 来加强提升原住民学子课后的学习教育 画面上是在原民会馆召开的 基隆原住民族教育展望会议 由立法委员高津素媒主持 发起人是基隆市议员陈明健 市长谢国良和民政处长出席参加 现场和原民会及教育部国教署 共同讨论如何来提升基隆国中小原住民学生 课后辅导与足语学习的教育品质 我们这次的会议就是跟我们高津委员反映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教育这部分 所以高津委员他在我们立法院是属于教育委员会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重视我们原住民的教育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的会议的主要重点就是我们 基隆市原住民学生课后辅导及课后辅导计划的 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 课后辅导是每个学校它是要必须安排的 它是课后辅导之后的一个课后辅导部分 就是需要我们基隆的一些社团跟教会团体提出计划 来将我们所有的下课之后的原住民的学生 是不是能够再聚在一起来去教育他们有关原住民的语言的教学 跟才育的一个教学 那我也知道基隆的族人大概也将近快要到一万人了吧 所以呢那个议员还有市长他们都非常关心教育这一部分 那我们在我办公室曾经聊起 所以我今天就请原民会的这个教文处的处长 还有国教署的人也来到现场 然后来解决一下这个都会区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都会区里面要传承这个自己的语言文化 其实是有点辛苦 然后都会区的我们的族人呢 其实在工作上面孩子们的这个课后辅导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觉得很谢谢我们的小爱爸爸市长 然后还谢谢我们在这边的议员 然后一起来关心这个教育文化的议题 跟高金素美委员跟陈明建议员很高兴 对于原住民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高金委员他跟我这个议题已经碰面了不止一次以上 来关心这个原住民孩子在基隆的教育问题 那他也提到了他有一些想法 那我们这边也都愿意来跟高金委员做全力的配合 首先先感谢高金委员跟原民会愿意投入一些资源 在原住民孩子的一个教育上 那我们这边地方政府也愿意拿出我们的配合款 或拿出一定的额度来加强强化 对原民孩子的一个教育规划跟照顾 市长谢国良表示感谢陈明建议员和立委 高金素媒协助争取 期盼透过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 让国中小原住民学子 能够得到更完善的课后照顾与学习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多给妈好这儿 那这个这儿 欸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交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睡 你是說 營業用車廟 下期使用牌照稅喔 你教的愛誠實納稅啊 用這個啦 收到繳款書後 下載行動支付 和電子支付APP 掃描QR口 就能馬上繳納 還有信用卡 ATM 轉帳等多元繳納管道 都可以選擇喔 很方便耶 多元繳納不卡關 鑰匙佛大殿內 設有神佛尊相 壁讀暮科解王的 輝紅莊顏 不少信徒 專程前來點鑰匙佛燈 祈求身體健康 消災嚴壽 歡迎民眾 來自一次鑰匙佛店 參拜感受乏喜 基隆市區污水下水道 施工開始囉 下水道工程施工 會在道路進行開挖時 設膠管及維社維理 風情陸續將暗月分區分段施工 部分車道會縮減 部分停車格會取消 請市民多注意 為了衛生和健康 請大家體諒多包含喔 民國97年才開始啟用的 此雲寺大悲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許襲於驚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微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悲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 獨特樣貌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金融市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 尤其是恐龍溜滑梯是許多人小時候的回憶 但因為設施老舊 去年已經進行拆除改建 市議員招厚害到現場了解目前的工程進度 來到希望之秋兒童遊戲場 工程員忙著施工 工程去年開工 預定在今年二月完工 卻遇上衛福部公告 郵具管理規範 市府為此變更 遊戲場最受注目的遊戲塔 除了完工日往後延之外 工程經費也追加一千多萬元 協波的部分大概是會是在這個部分 地景的協波 那會順著我們的地景 然後一直延伸到現在目前 現在整屏的這個平台 就是我們的那個整個遊戲塔 關心遊戲場工程進度 市議員張浩瀚邀極度發出公園管理科 到場了解施工進度 針對郵具檢驗作業 提醒市府要和檢驗單位先協調 避免發生像過去大三萬元區 遊樂場已經完工 卻遲遲不能檢驗 在先前的前幾個月的會看過程當中 那其實有說到預計在10月底的時候 可以把所有的工程來做一個完成 那今天我們來到現場 可能工程的一個整體的時間 似乎還有一些一個單戈 那據我們現場實際當然了解 那現在這個工程 預計在12月底能夠來完成 那其實在這邊也特別要督促 我們相關的一個單位 因為接下來將是基隆的一個雨季的季節 一定會勢必會影響到整個工期的一個部分 那針對於檢驗量能的一個部分 也感謝都發出把我們的一個構思 納入這樣的一個想法裡面 就是現在把檢驗廠商的部分 然後跟我們設計廠商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來降低未來 我們在整個主體工程完成的之後 檢驗的一個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像我們之前的一個 中正區的一個沙灣公園 就是為了等待檢驗廠商來做一個檢驗 剛剛公園的這個驗收 就拖了半年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這個工程 在今年年底順利完成了之後 明年在開啟檢驗的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加速了一個審理 那預計在明年的暑假 我們就這裡把我們的一個 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 能夠正式來向我們所有的國民來開放 我們是其實在設計端 其實有請那個廠商檢驗的檢驗公司 有先進來協同我們 我們來進行設計檢討 那通常檢驗的流程會是 等到整個施工完成的時候 它會針對整個場域的安全性 跟整理性來做一個規範性的一個檢查 檢查完了以後 我們這邊會商勤廠商 盡量在三個月之內 提供相關的檢驗報告給我們 那我們這樣就能如期來開放 對外來開放來使用 目前這項工程 親子廁所已經完成 遊戲塔基地已經整平 三層小屋架設中 而挑戰遊戲區 仍在施作 預計今年底就能完工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再等你來看 基隆市政府近期拆除 東信路55巷口的紅綠燈 步行的民眾就反映 想走斑馬線變得膽戰心驚 基隆市長謝國良邀請交通處 里長及議員們現場會刊 柴市交通處重新提出事辦方案 將在一個月後檢討成效 那這邊有紅燈的時候 它還比較好 有的都會停在這邊 那我們過去還比較安全 那現在沒有紅燈 它會看到前面那個紅燈 所以它會一直衝到前面 你看現在就是這樣 民眾說的危險路口 就在東信路55巷口 原本巷口設置耗子燈 但半個月前突然移除 讓居民過馬路覺得很危險 那因為這個車流量大 尤其是上班下班的接風時間 那他們形容是像青蛙過河 要過的時候 那有車來 有車來 原來東信路55巷口 原本設置耗子燈 讓前方東信路和東光路交叉路口車輛 可以依照耗子通行 但多年前交通部針對這個路口耗子燈 進行指證要求改善 政府交通處配合道安專業判斷 突然取消東信路55巷口耗子燈 讓民眾過馬路不知所措 那其實這個耗子就是不應該拆掉的 因為拆掉就是導致一方的行車的動線 非常的危險 尤其是這個行人友善的部分 更沒辦法做到 那希望就是能恢復原來的樣子 讓這些附近的居民 就是行走或者是行車更加安全 行人跟機車汽車族的爭相通行 會造成一些車禍的狀況 那淑坪這邊上次也參與了會刊 也建議了這個在電線桿上標注說 請這個右 這個車輛讓這個右左向的先行 那執行車要理讓右左轉車先行 綠的話是希望說呢 第一個綠底行川 還有呢我們這邊的巷口呢 一定要做這個所謂的黃網隔線 那還有呢預告號制一定要做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行人的話應該要有保障的 所謂的這個通行的權益 所以呢相關的一些配套措施呢 感謝我們今天謝國良市長呢 親自的前來看這個入口 的確呢這個入口有非常多 需要改善的地方 市長謝國良關心民眾通行安全 邀集了交通處警察局等單位 現場會刊 決定將擁有的號制 核心設號制保留之外 交通處也會提出新的改善方案 我先跟大家解釋 之所以調整了這個號制的位置 是因為道案匯報曾經有針對這個入口 有一些相關指示 那交通處是配合了道案匯報 來做這個入口調整 但我覺得其實我現場在這邊看 可能當案匯報對於這邊實際的情況 有些專業的判斷 但是以實際的居民的使用來說 這樣確實是比較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剛剛跟兩位議員 大家也一起討論了一下 那我們跟交通處跟公務處 我們也是決定就是說 還是重新的做一些調整 那調整就是說 我個人認為說這裡後面 還是要有左轉線 要不然它的沒有左轉線 它的直車 直轉跟它的來車 有可能會發生衝突 那過去我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所以我認為這邊的確是一個危險路口 那我們就試試看用這個左轉燈 那如果是左轉燈的話 那基本上在左邊的線 就基本上以左轉優先 我們會設立一些告示牌來宣導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說翁里長跟地方的民意就是說 希望把這個紅綠燈 重新放回來它適當的位置 那我是建議說 不然就新舊的紅綠燈都存在 今天原則上還是維持雙遠燈的管制方式 那我們會去增加一個 應該說預告號制 增加一個預告號制 那提醒用路人到這個路口的時候 先檢注慢行 然後注意行為讓行為穿越 此外針對東興路巷口 路邊電感太突出 市長謝國良也指示新區公所 規劃電感地下化方案 將在一個月後現場會刊 了解調整後的事辦成效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你有看過碼頭爆飯嗎 太白社區社造夥伴 將碼頭工人過去的生活樣態 衍生出獨具特色的社區產業 重現碼頭文化 很有意思 已經被狂掃益控的爆飯是早年在碼頭 工作民眾的記憶 工人們用大碗工就地蹲著吃 就用老屋改建的方式給大家呈現這個爆飯館 然後我們就專門有給大家訂製這種碗工 不予老無心生命 碼頭爆飯館與女兒生 有老闆帶著大家 然後把一些飯啊菜啊以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帶到碼頭上面 讓碼頭工人就就地 然後乘上自己喜歡吃的飯跟菜 透過畫作讓大家了解體驗當時的用餐文化 碼頭爆飯就是這樣 他們坐在港邊吃飯 跟我今天吃的衣服一樣 文化局在今年度的社造小旅行中 推出造獨泰白庄 泰成肯歡迎陸坑路線 帶大家看見社區營造成果與私房景點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發展啊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就是我們在地原始的文化是什麼 那透過就是獨特的在地的文化 那才可以去發展就是我們特別的社區的產業 就像我們碼頭爆飯 那就是藉由我們過去的就是文化歷史的這個脈絡 然後跟社區的關聯性去找出一個特色的一個產業 那也是希望就是未來來這邊社區吃飯的人 他們也可以藉由這個地方 然後了解在地的故事發展 原來泰白社區可以有這麼多的不同的點 可以讓我們去探索 對 然後還有他們社區人的凝聚力很強 凝聚力我覺得很強 對 就是大家對於社區都有一份特別的情感 然後願意一起付出 記錄碼頭工人過去的生活樣態 延伸出獨具特色的社區產業 碼頭爆飯 投入設造多年的Mike 也分享規劃的旅遊路線 邀請大家在巷弄穿梭中 感受西岸三里 太白 和平 先動的設造魅力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曉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